亲爱的弟兄姐妹 早安 又来到我们一天的开始 我们从圣经加油站 来为你来祝福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 四诗记四章一到十六节 我们就选 十四节到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底波拉对巴拉说 你起来 今日就是耶和华将希希拉交在你手的日子 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 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 跟随他有一万人 耶和华使希希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 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 希希拉下车步行逃跑 巴拉追赶车辆军队 直到外邦人的下罗瑟 希希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 没有留下一人 我今天选的主题是开路者 我选择的最重要的经文是四章十四节 底波拉对巴拉说 你起来 今日就是耶和华将希希拉交在你手的日子 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 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 跟随他有一万人 我在思考这段经文 巴拉那时候受底波拉的呼召 对自己要去攻打下索王军队 心存害怕 要是换作是我 我也会害怕 对方有铁车九百辆 而我只有人 虽然人有一万人 可是可能什么没有兵器在我们的手中的时候 我仍然会害怕 但巴拉那时候顺服底波拉的呼召 只因为他是当时的士师也是先知 他的话 以色列人都信服 最后神使敌人的铁车混乱 让巴拉打赢这场仗 我有时候在想 是否我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我会害怕 不敢决定跨出去 但这段经文好像神在告诉我 不要怕 耶和华在我前头行 我不是孤单一人 我们用五个询问法来看待这段经文 有什么需要守的诫命 顺服圣灵的带领 有什么应许呢 神必与我同行 有什么可以避免的罪呢 那就是不顺服 第四个 有什么可以应用的 有什么是令我害怕的呢 商场上的交际 高阶主管会议 还是拿标案时候的恐惧 这段经文已经告诉我 不要怕 神在我前头行 我不是孤单一人 因此我只要紧紧跟随即可 有关上帝 我有什么新的认识 神是我的开路者 我用一段祷告来结束今天的圣经加油站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你告诉我 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